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实在系统当中直接使用几率不大 因为我们不管是echo还是kite这样的命令 它都可以不用我们手工来调整输出格式 它更方便更简单 但是在awk命令当中 它的标准输出命令就是平安 所以我们事先先讲一下增长达 那awk命令和cut命令的作用是一样 它就是截取符合条件的列 graph是截取符合条件的行 但是cut有一些局限 比如说那cut是不能 我们想要看一下dfh 我想截取第12345 想截取第五列 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用cut 用-f指定增长达误式空格 用-b指定截取第五列 你就会发现 写反了 -d指定分割符 -f指定提取第五列 它会认为 每一个空格符就是一个真正的字状 所以呢 它截取的是一个空 所以啊cut命令是不能在 cut命令是不能在 这个空格作为分割符的 这个文件内容当中 或者命令输出结果当中 来进行截取操作 它只能识别 要不然是置表符 要不然就是具体的分割 比如说末号 逗号 这样 那如果想要截取 是用空格来作为分割符的 这样的命令输出 或者是文件的话 我们就必须使用cut命令 awk命令 当然awk命令 也可以识别通过贴符件 置表符 或者什么末号啊 或者逗号啊 或者这个巨号啊 这样的分割符 它的功能要远比cut强大 所以说cut有的功能 我awk都有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为什么还要有cut命令呢 那是因为awk啊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令 它不光可以实现 字符段的接取 还可以在awk命令当中 进行编程调用 最常见的就是什么 可以进行函数 可以进行这个判断 然后可以调用这个流程控制 都是可以的 所以啊 我们把awk其实一直都说自 是awk编程 那这时候超哥就说了 如果我仅仅只是简单的截取列 而且又不是用空格作为分割的话 cut命令更简单 我们只需要使用cut命令就可以了 当cut命令不能完成的情况下 我们再去考虑awk 但是awk的命令这个使用方法 远比cut要是什么 远比cut要是什么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格式 它是这样 同样这个命令太长了 所以我这里没有写提示符 awk格式是这样 awk单引号破起来 后面跟我要提取的文件 当然也可以前面加管道夫 提取命令的结果 那然后呢 通过判断条件 然后执行动作 如果条件一符合 执行动作一 如果条件二符合 执行动作 那它的条件有哪些呢 其实它的条件非常多 它能识别的 那我这里举几个简单的 比如说判断一下 这个变量 某一个变量是否大于十 如果是执行动作一 或者判断是否大于等于 或者小于等于 那在它的动作当中呢 最主要的就是printf 格式化输出 如果条件一符合 打一某一个内容 或者可以在这里执行 流程数据 可以执行A4 4等等执行 那我们说awk的功能太多了 太复杂 我们挑主要的内容 那有可能一些像流程控制啊 像函数调用啊 这样的内容 我们就不在视频当中去讲 大家如果需要 可以去参考 卸说的意思 这个书 书上就 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 它的基本使用方法 是这样的 还是这条文档 哎 我们视频已经建好了这条文档 哎 文档内容有了 那 我可以用 awk命令 来调用 它的内容 而且 截取 对应的列 注意 我这里 在 哎 如果我们仔细看 我们回过头再看看它的格式 它是这样的 在大括号里面扩的是动作 大括号外面是条件 那这时候我回来看 我其实在这里没有指定任何条件 它代表 不论任何条件 什么样的这个数据 全部都执行这个动作 那也就是说 相当于执行整个文件当中 所有的内容都执行这个动作 那什么动作呢 图书 格式化输出 输出 我们在这里用$2 来代表这个文件的第二列 $6 来代表文件的第六列 也就是说 我打算输出 名字和 三四五六 平均成绩 这样两列 哎 输出这两列 那我们试试 我们现在是 AWK 当下号 没有任何条件 直接是动作 动作是 图书 标准化输出 当然我们说了 这个就不再是 系统命令 而是AWK当中动作命令 当然 它的基本使用方法 它的使用方法 和我们讲的 上节课讲的 系统当中 是完全一样的 那 它能识别的就是 $2 和 $6 输出的是谁 文件 STU 但是如果这样输出 我们说过了 在这里面 如果不调整 则是 就会发现 它会把$2和$6 连这个 全部输到一块 不符合我们的 使用条件习惯 那怎么办 我们说过了 可以在这里 双引号 扩下来 加 这个指表符 当然 双引号 其实是可以 扩了这整个 这个普通车之后 我们说过 其实普通车F 它的格式是 可以支持双引号 也可以支持单引号 但是我们上节课 讲的时候 这里 扩它的这个输出 这个调整输出格式 内容之后 都是用单引号 但是单引号已经被AWK占用了 所以为了怕命令产生奇异 这里 只要进行格式调整 全都用双引号 双引号 可以把这整个扩起来 也可以像我这样 只扩格式调整符 比如说 再扩一下反节到刚 换行 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可以输出第二列 输入一个指表符 然后输出第六列 同时换行 然后再去读第二 换句话说 AWK命令 虽然是液体虚拟 但是它处理数据的时候 是先读入一行数据 然后把这行数据 所有的内容都附给变量 $1代表第一列 $2代表第二列 $3代表第三列 $0代表整个行本身 代表整个这一行所有数据 然后再来判断条件 是否符合 我这里没有输出任何条件 代表只要有数据 全部都遵守这个动作 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动作要求输出刀乱 再输出$0 所以它会打印第一行的 内容和average 这时候第一行数据 就会处理完成 接下来呢 再把第二行数据 读入到AWK当中 同样进行刚刚的操作 把所有的数据都附给指定的$1 $0到这个后面的$1 然后呢 然后呢 根据你的动作 根据你的条件和动作 来判断是否输出 直到把整篇文件 所有内容全部输出 所以说 AWK虽然它是提取指定的列 但是它也是先把数据 一行一行 它是这样 那 我们说之所以要使用AWK 关键的原因是 Cut命令不能处理 DF 这样的文件 这样的命令结果 原因 这里面是 空格符 那好 那我们现在说 那 AWK是不是就可以处理了 试一下 管道符 AWK 单一行 然后 处理的是 直接执行动作 分担 然后呢 执行的动作是 假设打印第一列 或者打印 打印第一列 打印 二三四 第五列 和第六列 我想说了 我要提取的是这个 是吧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打印 到了 一 反向杠T 到了 五 反向杠T 这表符 到了 六 打印这样三列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它是可以识别 空格作为 分格符 Cut命令做不到 我们刚刚是不是已经演示过了 但是 AWK 是可以正常输出的 不过 我想请大家注意 在这个例子当中 我这里标注了 一个用的是 Print F 另外一个是 用的Print 我一直在说 在系统Linus命令当中 是没有Print命令 我只有Print F命令 但是在AWK当中 这两个都能使用 它的区别是 上线和讲了 Print F 它不会自动加入换行符 需要手工来加入 但是Print呢 它会自动在美银行后面 自动加换行符 可以节省一个反向杠T 看着你的习惯都可以 所以你可以看我这两个例子 这个后面没有加反向杠T 而这里是有的 那这块如果不加 会报错的 不是报错 它就数据就连成一行了 好了 这就是AWK的基本用 就是截取指定能力 截取指定能力 其实也不难 只是格式比刚刚的卡的稍微 但是我们说 AWK可能 难不在基本用 它只难在了什么 它的边程 它的边程 那好了 那我说了 我们可能需要调整的是 提取的是 这个12% 然后把它附给变量 这个时候就可以判断 我的系统这个跟分区占有百分比 是否大于80% 如果大于就执行报警 给用户发邮件或者报警等等 避免我的硬盘站板 那这个时候也就说 我应该提取的是这一行 那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用Graph提取行 提取包含DVX 包含SDDA5的行 我指着要这一行数据 其他的多余的这些内容都不需要 然后呢 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提取 提取谁 AWK Print 我只需要第五列 只需要第五列 但是这里还有个百分号 那我只想要这个12这个数据 跟百分没关系 因为我待会判断 它是否大于80%的时候 是否大于80%的时候 只能进行数字朋友 而不能加这种符号 所以这个时候 只需要再加一个功能 这时候可以用CUT -D 指定用百分号作为分割符 然后提取第一列 就可以提取 这个数字 没问题 当然这会儿也可以用AWK 手工来指定 用哪一个东西作为 默认 AWK同样是用控格和 制表符来作为分割符的 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讲 AWK怎么来指定分割符 所以这里用CUT命令 暂时来去做起 其实CUT命令 我们说只要有具体的分割符 它完全可以实现 AWK当中的这个 这段截取的作用 好了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个命令的结果 付给某一个边量 然后通过流程控制当中 A副判断 来判断它是否会大于80% 如果不大于没事 如果大于报警 然后每天执行一次 或者每两个小时执行一次 从而保证 我的根分区不会被嫌疑 这就是 AWK的基本用法 AWK 那讲一个BGIN BGIN的命令 它的作用是 开始注意大写 看BGIN是写在了大括号之前的 所以这是一个条件 只有满足了这个条件 动作才会执行 什么条件呢 它的作用是 在所有的数据读取之前 执行这条件 然后再处理后面的数据 看第二个动作是没有加入任何条件 所以第二个动作只要符合 只要有数据 就照着原封不动输出 它想干嘛 也就是说 我刚刚提取的是 AWK 除了它 到了 到了几 到了二 然后 其实随便 打印两行就行 打印一个 到了五 打印个成绩 不是 这个 到了五 打印谁 它默认应该 会打印这样两遍 那如果加入了比进 它就会干嘛 在进行真正的数据读取之前 先执行一个 他说打印这是一个什么 Trustend 这是一个测试的这个脚本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干嘛 在这里 再执行一个动作 再执行一个多余的动作 注意所有的动作都要用单线和口线 这个动作我需要加一个标题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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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它有一个多余的动作 这个动作是 先输出一个 输出一份 这个字 比如说Test 就叫Test 然后记得 可以了 那你就会发现 它会在读取真正的数据之前 先 处理一条数据 先执行一个动作 注意 因为有Begin 后面这个动作是 所有的数据 都会在这里动作当中进行操作 但是因为有Begin 这个数据只在 所有的数据处理之前执行一次 仅执行一次 这就是Begin的作用 那Begin有什么具体用法 说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 FS内置变量 它的作用就是 指定分割 比如说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提取的不是 Test 这个文件 而是 我们先看一下 直接打印 打印谁 Front 打印 第一列 换行 这个 制表符 打印 第三列 但是打印的不再是 Student 而是一期C下的Passo 当然 这里我需要加一个 我需要在这里 加第一个动作 先指定一下 这个分割符 FS 那就说 在Printer之前 我需要先 注意大写 FS 当于 问号 因为我们说 AWK 诺认能够识别的分割符 是制表符 或者是空格 那我如果 但是 但是 ETC Passo 里面的 它的分割 是用的 握号 那如果 想要指定分割符 我们就需要 使用 FS 这样的命令 你就会发现 它会 迭取 我的所有 用户的 用户名 和 UID 但是 如果 眼尖的 会发现 第一行 没有处理 第一行 没有处理 然后 才 第二行 开始 才出 那是因为我说了 我们 AWK 处理的时候 是 先读入 第一行 数据 然后再 执行 那也就是说 在 指定分割符之前 这个数据 已经读入了 所以 它这个东西 处理就来不及了 所以 后面的内容 会正向分割 但是 第一行 永远都 它会认为 是默认用分割 空格来作为分割符 所以打印第一列 这就是第一 那这个时候 怎么办 很简单 在FS之前 强制加一个比评 B E J 这个时候 它的作用就是 当我读取 第一条数据之前 就先把 分割符写进去 然后 再来处理 这个时候 就会发现 所有的数据 都会按照文章去 所以 大家小心 如果需要手工定义分割符 在分割符之前 一定要加入比评 这个开始 能操作 B BGIN 这是BGIN BGIN还是很常见的 开始 那有BGIN就会有按 它的作用就是反的 在命令的最后 所有的数据都执行完之后 再执行一个动作 比如说 刚刚这个内容 我再执行一个 随便写 写哪都行 比如说 按的 然后呢 打印一个 哎 我都用了普通的 所以没有用普通的 F 因为我可以少打一个 反正当 对吧 输入点数据 比如说 呃 就就就一串 A吧 好 然后 回车 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数据处理完之后 它会再执行一条 按照文章 这就是 按照的作用 哎 在所有的数据都处理完之后 再执行一条按照 哎 这是 Begin和按照 那 其实 Begin和按照当中 用的最多的 其实就是为了 指定 FS 这个内执阅量 FS 是用来定义 我们分割符 默认分割符是空格和 这个制表符 但是呢 我们 很多文件 不一定是用 这个空格和制表符 来作为分割 比如说 password就是用 这个时候 就需要用 FS 这个内执阅量 啊 当然 这条命令 先用卡子读一下 然后呢 提取的是 所有可以登录的用户 不包含系统的用户 然后呢 再在系统 可以登录的用户当中 提取它的用户面和UID 不再是像我这里啊 是提取所有用户的用户面和UID 而是提取的是 可以登录这几个用户 这个结构 大家应该可能看到 好了 那我们说 在 AWK当中 之所以复杂 因为它还可以支持一些 这种关心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条命令比较长啊 我就不敲了 复制一下 我们看一下 它会干嘛 好了 我们清醒 然后看看这条命令 首先 读取 这个文件的内容 然后 反选 不包含内部的行 原因啊 看 看看一下 他有一行标题行 我如果不把这一行去掉 他就会把这一行也提交给 AWK命令来处理 这样的话肯定会报错 因为我是判断的第六列 这个数字 是否会大于87 这六列 大于等于87 一二三四五六 到了六 大于等于87 那这个时候呢 所以我要反选取消这一行 然后呢 他就会靠线 高乐峰的成绩 是大于等于87的 大于等于87 好像没有列出 李明的成绩 按理说 李明是不是应该等于87 那说明这个符号识别了 还是有一点问题 但是具体的啊 你们可以测一下 可以自己来测一下 这个能够识别的符号 但是你就会发现啊 他在执行AWK动作之前 会先判断这个条件是否成立 如果条件是成立 比如说这个第六列 大于等于了87 才会执行后面的动作 这就是条件的这个作用 条件的作用 好了 那我们说 AWK呢 远要比他的命运复杂 其实我们这里 还没有去讲AWK的编程 也就是说 在AWK当中 可以实现函数交流 可以实现流通 但是我们说 其实 如果想要实现 通过这种流通功能 我完全可以用 12语言来实现 再用AWK来处理 所以我没有必要 把AWK用的这么复杂 只有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 再去 比如说 AWK语言 其实没有我们的 12语言更加亲切或者更直观 我完全可以把流通控制内容 完全靠12来处理 处理完了之后 由AWK只负责截取列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我们不打算 去深究这个AWK编程 我们学这样的一些基本功能 是完全足够 因为所有的流程控制 包括函数交流 其实都可以通过12语言 按实现 AWK只负责执行 它分内的工作 接取它的执行能力 当然 这样做 我的这个语言 可能 它会比 在AWK里面 直接写流程 可能它的这个行数比更多 也说 看起来可能更复杂 但是它会对我们的这种逻辑性 会简单先行 也说 这个文件的内容不清多 但是它更好理解 那我们初学的时候 超哥都建议大家 我们的语言就应该是这样 当我初学的时候 应该考虑的是逻辑的整机 不用考虑代码的成功 但是当你对代码 或者说对我的这个数据 程序应用有一个要求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考虑处理速度 处理着这个量的大事 这个时候我可能就要考虑 这个逻辑更加复杂 但是让我的脚本 或者说程序处理的更加快速 这是我们的中心目标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的建议是 逻辑尽量简单 代码可以对用稍微长一点 所以啊 如果通过这样的角度来出发 我们 讲的这些AWK就已经足够实力 那当然如果你不满意 想学习更多的AWK 你就可以看我说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内容 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骑车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